这边棋选自象棋鬼手百局的第68局 特别的经典 可谓是冀中冀中冀 比赛名称不老 只知道时间是1987年4月7号 地点是福州 红方是湖南的马友贡 黑方是云南著名的象棋大师何连生 绰号最侠 他是电影棋王的原型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主演梁家辉 一上来走成了中炮队屏风马 红进七兵黑进七足 红方出局抓炮 黑方一保 再来个进局过河 又还原成了中炮过河局队屏风马了 黑方有左马盘和屏炮队居 补向补试 多种走法 这把黑方来个冷门的 横居 现在是十分少见了 红方马八进七 两个正马 黑方居一平四亮出来 红方有三招棋可走 一个是平局压马 第二个进中兵 因为红方有中炮 双正马还有过河局 这个中兵冲起来是挺凶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种是本局走的平炮 量局 这就形成五九炮阵型了 只要再一出去抓炮 红方的优势就会逐渐扩大 何大师进炮过河 这也是必走之奇了 能打兵了 红方送掉走先气后去 黑方先收着 红方捉马捉足 都没跟 马回窝心是一路走法 比较稳健 但最狭呢 应该是刚合完八两 走的是进炮过河 这是个气双马的套路 如果红方吃 就平炮打狙 红方呢也不敢吃足 打底将抽了 只能再去吃马 那黑方打向江 上市 再分鞭炮 黑方的攻势可不得了 这既能下底抽狙 又能禁足狗马 红方有一招处理不好就要崩 实战的话 红方觉得这路走法异常凶险 也没敢去尝试 他选择一个相对稳健的 用居吃足 下一招再吃马 那黑方还是平炮来按保这马 随时能打底下抽狙 红方只好飞走 这回马得逃了 朝上跳 红方的旗呢也不错 他冲中兵 再冲一下能拱马 同时也拆开了黑方的炮架 何大师补相 红方好像发现战机了 他先把这个七兵送了 这个不能忍呢 吃了 然后再送个中兵 黑方呢又吃了 然后马先生拿起了马 用马踩马 还踩着炮 这个旗得子了 当然黑方也是故意的 他冲中足 炮不要了 那红方得的 虽说丢个大子 但是黑方这棋不亏 他这时候过来对局 红方也没换 往前进两步 如果换掉呢 是这样的 黑方一踩 红方比较好的走法 是横距 黑方吃马 红方打掉 黑方在进足拱炮 同时也是打马 然后红方在这样 对打 一人呢 吃一个 黑方双足过河 双方还是军士吧 这两个小足呢 还是能弥补一个大子的 但如果真这样走 就没有后面那些 精彩的招法了 来吧 这里黑方对子 红方不换 进两步 黑方双马盘合 正在集结子弟看挺吓人 红方横距 对手跳进来 用炮打马 有人说不对啊 四郎你讲错了吧 这也不敢打呀 一发射 红方不踩鞠了吗 那咱们随便走一招 试试呗 假设黑方一打 红方踩鞠是吧 黑方的后手 是弃鞠一将 这手棋猛啊 你看这玩意不敢吃啊 下底炮 死了 有相无非 老帅上不来 那不能吃 只能上来 黑方吃马 你就说这棋多危险吧 黑方是大优的 来吧 摆回来 刚才经过演示 咱们已经知道了 黑方是可以弃鞠打马的 为什么敢这么狂呢 那是因为红方 有相无非 红方的正手啊 应该是炮打鞭足 这个走出来就没事了 但是实战呢 也不知道这红方没发现 还是计中计 他走了招平鞠捉马 那何大师还是平炮打马 下一招就是弃鞠砍底势 红方既不敢踩鞠 又不能吃马 他呢 这么走 平鞠跟炮 这好像黑方中招了 不能弃鞠砍底势了 而且自己这个鞠码炮 全在红方嘴里 走个啥呢 他用马把红方中炮给踩了 这棋挺复杂是吧 没事一讲就明白了 红方还是不能踩鞠 黑方会砍底势僵 有马生根呢 只能上来 然后再把他往这一蹦 形成连环马 接下来就是平炮一僵 老帅没地方躲就憋死了 这个造型红方太危险了 这弃鞠砍炮还凑合 黑方吃鞠 红方用向踩马 那黑方这样呢 抽鞠 红方逃开 鞠将 后退 跳马将 上了又死了 只能出来 那就再用鞠将 然后给鞭炮一踩 还是黑方优势 那么也就是说 当黑方马踩中炮之时 红方还是没有时间吃鞠 要不然黑方砍底势受不了 这里只能先踩马 那现在还是踩着鞠 捉着马捉着炮 黑方进了一步 宝炮 马 不要了 红方 得着 下面就到了本局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看好了 黑方 进局抓炮 抓中相 落相宝炮就丢马 这换了谁也不甘心呢 红方 炮打鞭足 黑方砍向一将 红方还是不想给马 他跳回了窝西 下一招 黑方要走什么 旗友们可以猜一下 有没有说想着放中间呢 这招吧 是个臭棋 红方会双鞠夺底势 两个鞠裸一起 黑方什么都抽不到 只能说先捕 那红方在落相踩鞠 等鞠夺躲 这马就跳出来了 这种走法是不对的 实战最狭走的是 平炮叫杀 这是计中计中计 这个棋 红方正招 应该是退鞠防守 但也是同样不好走 实战红方是弃鞠砍式将 这里一吃 再平鞠将 回到中间 平炮再将 黑方捕士 红方退炮打鞠 先气后取 还多吃个吃 但接下来黑方 一招平炮 红方就傻眼了 完了 炮阵无子了 这走啥呢 中阻跟中炮都很安全 马先生吃个鞭组 何大师 双阻过河 红 冲兵 黑方 黑方平鞠 就要出老将 叫杀 那哪行啊 下地将 电视 再退鞠 黑方往里靠 这随时要往下冲啊 对手没起走 你跟着这族呢 黑方就捕士 出老将 双拳 男敌四手 不管了 冰桂神速 黑方退个鞠 红方飞向 然后足跪 冰桂 足跪 退鞠 黑方拱炮 红方踩扁 黑方平鞠战类 一招 毕毕 最狭赢了 这再出老将 砍比是杂整啊 只能弃鞠砍炮了 黑方吃鞠 红棋跳马 黑方吃笑 黑方鞠足够用了 这就是这番棋了 那么到底 哪部棋算鬼手呢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不要忘记点个赞 下期再见